F开头,那是因为英文Fighter战斗机第一个字母就是F 自从冷战以来,美国在全球各地卷入的各种局部冲突里面 我们都能看到F系列战斗机的身影 它凭借着它良好的性能和出色的战绩 成了各类战机中的追射手机 在好莱坞的大片里面,F系列的战机也发出了 1986年,美国拍了梦电影公司推出了五星片《草杖壮士统云》 这部片子里面讲的是海军航空兵的故事 片子里有英俊的小伙子《草杖壮士统云》 就从这部片子的奥材空兵 里面还有飞驰的摩托车,激烈的空战,美国的空兵 电影一经上映,立刻迷倒了千千万万的少年 多多对普通观众来讲,除了它是个好看的故事女孩 它最多不过是美国海中的争迷广告 但是对军机迷来说,这部片子最抓人的地方 应该是F14《汤卡克》的经验亮相 美国海军的战斗机群中最受军机迷喜爱的机种 落过于逆称美熊猫的美国F14战斗机了 这款战斗机之所以受到军事迷的喜爱 除了熊猫机身超普绝美的造型之外 强大的战斗力是其成功更主要的原因 例如不死鳅导弹,连是F14战机所挂在的那一表情 它的存在,让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句战略名言得以彻底实现 1986年美国派达蒙公司出品电影《壮志凌云》 是一部以航空母舰与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为背景的励志动作电影 该片上映后缔造了1亿7600万美元的美国国内票房 与3亿5300万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绩 被以为是自获狐狸之后最成功的一部空战电影 这部影片讲述了美国海军飞行员麦德林 以自己老飞行员父亲为偶像 几经沉沦,终于奋起 驾驶音音,送恒蓝天 最终成立了一名飞行精英的故事 由于电影的大受欢迎 连带现起包括雷鹏太阳眼镜 G1飞行Jack之类周边商品的热卖 除此之外,也激励了大批美国青年 投考海军航空队与空军飞行员学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